昨日 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判处了三名外国雇佣兵死刑 将在一个月后执行枪决 而其中两人都是英国人 对此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判判决结果 虚伪且不合法 要求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立即释放两名战俘 不过特拉斯的表态不仅没有得到网民们的支持 反而被一面倒的群潮 因为就在三个多月前 他还公开鼓动英国公民前往乌克兰参战 称本人绝对支持英国人响应泽连斯基的招募国际雇佣兵的号召踏上乌克兰战场 网友们纷纷指责 特拉斯才是事件的罪魁祸首 而且虽然两名英国人被俘后 英国方面多次声称将对事件提出交涉 但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宣判前还表示 俄罗斯方面还没有收到英国提出的交涉 事实上 依照国际惯例 雇佣兵确实不适用战俘条件 因为他们的性质就跟杀手一样 拿钱杀人 所以属于刑事罪责中的杀人犯 英国人如果真的不想看到本国公民在战场上失去生命 该做的是制止他们去乌克兰 而不是将他们送去乌克兰之后就不管不顾 等到判决了再假惺惺的出来说两句不合法